嗨 大家好 今天的这一期舞蹈 然后出现了一个重要嘉宾 你先别说 你先别说 你先别说那个人是谁 嗯 我只是想说他很帅 他很帅 然后他有外号是叫那个内地张学友 然后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 内地这是谁 内地张学友已经跟我们相处了一周了 然后他有很多话想跟我们就是想表露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 好 你已经揭晓了 哎 哎 你放松 这是谁 你不要太紧张 你不要放松 因为偶像是要有包裹 对对对对 那个 呃 请问一下偶像 你 这一周跟我们两个相处下来有什么感受吗 呃 感觉到你们对对羽毛球的这个热爱 然后对 这个这个帅哥的渴望 哈哈哈哈 是实话吧 实话 终于来到了一个帅哥让我一直 一直盯着他 呃 当陈欣神讲完这个话的时候我瑟瑟发抖 哈哈哈 啊 这一周呢不光要陪训练啊 还要让他们很开心的训练 然后这样的一个压力让我感觉 也有也是动力啊 备受动力 其实没压力 你再就很开心了 嗯 怎么更好的提高这个羽毛球技术的同时呢 也能开心的这个 愉悦的心情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 哈哈哈 去提高啊 在官方语言我一定要说的哈哈哈 训练特别认真特别棒 哈哈哈 你这是实话吧 实话实话 你知道你是官方还是实话吗 但其实要聊的不是羽毛球 但我觉得对生活的这个追求同样要高标准 对吧 对 在训练至于怎么更好的活得更精彩 让自己变得更漂亮更时尚 对吧 需要你带领我 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引领潮流需要你带领我 众所周知成今天假意反面 一定是什么 这个个苦 哈哈哈哈 这个个苦 我觉得其实不是因为刻苦 云格远 他是因为真的喜欢我们俩 我也觉得真的 就是这个我得澄清一下 主要是他们包我的晚餐 所以我可以陪他们现在啊 这个这个没问题 如果你在这个镜头面前说 喜欢我们俩也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你说实话其实是没有 没有所谓的 对吧 我我我当然肯定是的 我很喜欢阿蒋 也很喜欢 我们俩你最喜欢谁 对 真的没关系 你不用怕得到人 没关系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可以两个都得到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你想的太美好了 你觉得行不行 两个都 尤其是通过一个星期的锻炼 我觉得我的身体棒棒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都质量的Vlog 对那你觉得 呃这一周是开心 开心多一点还是辛苦多一点 嗯 嗯 他要想怎么圆 这句话 辛苦一定是的 任何的这个收获一定是有辛苦的这个一过程 如果完全是不辛苦 那就说明没有收获 对对吧 所以又辛苦又收获啊 这是又是一件开心的事很愉快 这个很多的 我们跟你们对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 虽然很辛苦 我当然非常开心 OK 因为收获到了很多 是 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对 太官方了 太官方了 然后那个 哈哈哈哈 你以前转账速度要跟上啊 哈哈哈 跟上这个开心快乐的节奏 哈哈哈 我跟你说 是 一会儿等一下我们的片尾可我会放一段陈姐和云哥在激烈的对抗当中然后怎么输给云哥的这个必须的我跟你说哪怕我能赢云哥我都不会赢哈哈哈 因为可能一定要开心一定要让他开心不可能让他一来就给我输钱对不对 所以我说了嘛就是我是女双第八人嘛现在缺一个人啊缺一个人我感觉你让我的这个开心让我更有信心要冲击巴黎奥鱼会的 不要被我替换的啊可以 记录陈青城第一次赌100块的局 哇 啊 一个人 心理素质极强 哎 啊 哈哈哈 眼神一定要坚定我跟你说就说平时就要坚定 哈哈哈 我看他眼神坚不坚定 你看还 你给我两百块啊哈 哦你这个梦做的还没洗 短球 梦 梦醒了 梦醒了 二边 二边 哎 你怎么呀 你好啊 我根本不用紧张因为我还没抖到那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我在 一米六四 一米的心眼 一米的心眼 二比较是吧很关键是吧 嗯 一 哎呀 三个 胃头 胃头 嘿 哈哈哈哈 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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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不行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一刻有没有人来救我 就救我 我 拿上 我说专家组要专门 要坐专门的飞机回家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 我的培训下午 我跟你说 我就没打过100块一皮的这个球 我都还没练到这个心理数字 云哥又让我上了一个体验 我跟他说我最多赌务 他就赌到100去了 云哥你现在在害我 明天有吃臭脸了 明天有吃臭脸了 真的云哥你是不是在害我 你是后面录像的我忘了 我一看到这100块太激动了 我跟他说我前面最多赢到60 然后被云哥赌一把五十个班 他老共10块20真的 我没法打着呢 我跟你说10块20的时候 手感最好一到五十五六 各自专校钱不专搭钱 视频的结尾我们祝大家 2023年新年快乐 来我们三个 1 2 3 新年快乐 耶